今年的10月的10月的上半個月 李顯龍兩度啊 在公開的一個一個是接受CNN的訪問 還有一個呢是他在他的新加坡 新加坡公聯 就是新加坡的這個工人他叫做工人聯合總會吧 向上來跟跟這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三次算是關係呢算是很好的 因為人民行動黨的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偏左的左翼的左翼的 呃 應該說他是一個左翼的社會主義型的政黨 所以呢他跟他跟這些工會組織向來呢都是他最重要的這些政治基礎所以他在跟公聯講話的時候 那特別談到了有關於香港的這個這送反送中事件 他發表了他的一個一個政治觀察的看法 同時呢也對於就是香港的這個騷亂 對於地緣政治的跟地緣經濟的影響 那他的講法跟外界的觀察可能都有一些的落差 那比如說他的政治的部分來講 他當他表達的是一個反對的態度啊 他他覺得這種的街頭暴動啊基本上面包括所謂的這些五大訴求 他認為的根本來就就只是呢想要挖個陷阱 除了讓自己私處有名 在街頭上面的繼續造反之外 另外就純粹就只是要 要羞辱香港政府 好的他認為的五大五大訴求呢都不可行 這是他他對於對香港的情勢的看法 那當然談到香港情勢 他也對美國做了一些批評 不過呢另外一個重點呢就是談到 香港的這個局勢的動盪 對於周邊國家的影響 那李顯龍的特別呢 特別強調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都認為說香港的這個動盪啊 新加坡撿到 蔡英文是撿到槍啊 新加坡撿到錢 我不知道如果說 地上有有槍跟錢 可以讓你撿 而且只能選一個你要撿哪一個 那蔡英文呢撿到撿到槍很興奮啊 撿到槍之後馬上呢就把就把這個這個保險打開啊 拿著槍的就開始掃掃射 新加坡不是新加坡大多數要撿到錢 那香港的資金外逃 很多呢就parking的到新加坡去了 因此大多認為說新加坡很高興 不過 那李顯龍的李顯龍的講話可不是 這個樣子 李顯龍說新加坡如果 如果他的動盪再不停止 那對於這周圍的這國家來講 每個都受害 而且他說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新加坡 新加坡更慘 他說那香港做終究香港香港敢於鬧 就街頭敢鬧的原因啊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香港 再怎麼亂 最後 都會有 有北京出來收拾善後 他成為香港人的一個很 很特別的心理機制 他就好像反北京 可是他其實呢 又又又對北京依賴的要死 一方面反北京 一方面他又覺得香港的不管 香港就算是呢 就天就像我們俗話講的天塌下來有高的人頂著 從香港人的角度來講的那個高的人呢 那那那就是北京的領導班子 所以他們知道的北京的領導班子的不會讓 香港垮 所以呢他一方面也很敢於鬧 而且呢也不太擔心呢 代價會不會不可收拾 反正呢再怎麼鬧鬧到後來反正北京都都得要出來散後 但是李顯龍的講法就說 那新加坡可可不是啊 新加坡的後頭呢 可可沒有一個中國的可以能幫新加坡的做擦屁股的事情 所以呢如果 新加坡或者說的東盟的其他國家也發生這種的騷動的時候 那新加坡完了 新加坡會完蛋的 完蛋了 好了 我剛講到IMF的這個報告 IMF的這個報告裡面的 的內容的跟李顯龍的提法幾乎一樣 這個報告裡面說香港反送中抗爭 可能會影響到整個亞洲地區 如果香港的社會政治局勢呢持續惡化 當地的經濟影響 可能會外溢到亞洲以及亞華亞洲以外的國家 這當然了這個你看到的 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的獨立 那個已經已經很已經很明顯 那大家都在 都在都在學香港 都覺得我要跟香港一樣 我大雜燒的時候呢 進行這個 已經 那已經不是 是一般我們在政治學上所講的公民不服從公民不服從 是一種的 一種的非常低度的暴力跟抗爭 但是 香港的這個反送中事件呢已經呢把所謂的這個 在一個City state當中的抗爭的抗爭的這個手段 已經 已經升高到內戰的形態 那已經完全不把公權力放在眼 放在眼裡 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就雖然我抗爭 可是呢面對到公權力的 那這個就是說呢公權力的打壓跟抵制的時候呢 我會在我我會在就是說法的基礎上面屈服 或者說你今天來抓我來驅趕我 我不會呢去跟你對抗 那那我的基本上要逮我那就逮 要趕我那就趕 而而不是採取一種的對抗的形態但是當 香港的這種的對抗的形態 那已經呢不計代價的 那打雜燒 甚至於的傷害 在街頭上面的肆意的傷害 這種就是說跟他的立場不同的人 已經近乎呢 無政府的狀態 近乎呢街街頭的盜匪一樣 那巴塞隆納雖然還沒有像像是香港的這些黑豹黑豹部隊啊 這麼的不要臉 香港的香港的這些的黑黑豹有的已經呢 因為蒙面而無恥 你要知道蒙面會讓人變得很無恥 那因為蒙面而無恥 你在在巴塞隆納還沒有看到 不過在南半球的智利呢 你倒是看到 就智利 智利智利這國家 很特別 因為離我們 太遠 我過去講過 如果你在 你在哪一顆地球 來個地球 來根長長的針 如果呢 在這個地球上面的你從從台灣這邊的用用根針把他把他們戳下去 戳進這個地球裏然後穿過地心在地球裏的另外一端的出口就在南半球 就在南半球就在南美洲大概就在就在秘魯這一帶 如果這邊的刺出去之後呢出口就是沿著等於說從台灣這邊的看看出去地球的另外的一個極端的端端點 就在南半球就在秘魯附近 那秘魯的再往南 到了 從亞洲的角度來講 那這是天涯海角 那就是到了 南美洲的最南端 智利的最南端智利呢是一個是一根竹竹竹竹的國家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 安地斯山脈的關係 那智利呢在安地斯山脈的太平洋岸 這麼長一條 在地球上面來講 就是說呢這個 長長寬比 那最極端的國家 那他的南半他的 他的最南端 已經深入到了 在 南極圈了 南極圈裡面的火地島 好的智利這個國家向來被認為是南美洲 政治最穩定 經濟最繁榮 的國家 那你能夠想像的在南美洲各地的動盪也好啦或者是金融的混亂啦經濟上面的衰退混亂啦等等 但是智利都不在裡頭 我們過去講就是南美洲的三三強 ABC三強 A 那 Argentina B Brazil C 那就是智利 Chile 好 那 這個 智利 現在呢 現在呢 也陷入了動盪 因此呢 大家就有個很大的問號就是說智利發生什麼事啊怎麼會 呃他的他的所有的所有的這個數據面的表現 經濟經濟成長然後然後呢 呃所有的社會是社會指標 智利都是南美洲最好的 結果呢智利現在呢也開始呢進入到動盪 在街頭的這一波因為呢因為調漲公車票你很難想像吧你想 在在我們居住的大都會裡面我們甚至覺得公車票應該要調漲公車票太便宜了 便宜到呢有的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你都你都你都覺得不敷不敷成本 好吧但是呢從一個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從一個從public的角度來講呢大家也就覺得好吧這個是這個是現代的現代現代的都會 這個不可不可避免的這個成本之一 好但是呢智利的就是因為因為調高公車票價結果呢就引發了那劇烈的暴動還死了11個人 你就知道呢其實每一個每個社會啊 他都有他的脆弱性 表面上面看看起來漂漂亮亮的 和和氣氣的乾乾淨淨的舒舒服服的 可是呢 隨便呢 有一根的火火材就跟個汽油桶一樣 你看看起來平靜無波你你他他不燒的時候你都以為他他是一桶水 可是呢當一個火材丟下去了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東西了 瞬間爆炸爆燃的情況呢 會要你的命 好所以呢這IMF的這個提這提法 那跟李顯龍的提法是一樣的 對於全球因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他可能的持續的這個擴散效應 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那他在在做一些的警告 好那 這個報告當中提到了 亚洲的經濟活動的持續受到打擊 尤其是製造業 他說儘管亞洲的內需增加 但投資跟貿易呢都大幅的放緩 包括亞洲新興市場的出口 從去年底呢就持續的萎縮 但 很大程度上的受到區域貿易放放緩呢 所拖累 好那台灣的這個進出口 也已經是連 黑了 啊 而且呢黑的速度呢看起來有一點點加速的味道 美國呢美國那時候昨天的有個有個數字呢是 是他們的這個 大大企業的資本支出 那 也減少 減少了大概四個百分點 那四個百分點都不多 就是2009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多 好所以許多的許多的就說呢長線的 領先指標 都顯示呢經濟在去保守 在去衰退 領先指標我領先指標就最少 往後看三個月到半年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數字在預告的三個月到半年之後的景氣的現況 這些呢你都要擺在擺在心裡頭因為跟你的荷包 跟你能面對的周圍的生活的穩定性的是有關的 好 除了這些的 提供給大家的數數字之外來回到新聞的部分 我們的聽眾朋友不管你是透過收音機 或者你是透過我們的 App 我今天星期四前面訪問了訪問這個廖 會廖的廖宜惠 廖宜惠老師 談他的這個 在家庭的相處知道了 聽聽 那每個家裡面的這個故事 那 可以 可以當當新聞 也可以當 也可以當當當這個當笑話 好 好那另外我們大部分的聽眾朋友們大概都是在 都是在我們的YouTube的平台上面 我們的YouTube平台上頭 現在的3300位的觀眾 到我 我喜歡我們的平台是因為我們的平台並不Local 換句話說 因為我談的議題裡面最少有一大半 我不會侷限在台灣的本地的這些這些雞零狗粹的事情上面 我我講我講我講雞零狗粹並不是告訴你說啊這個談國國際新聞關注呢國際事務或者是全球事務 好像就讀高級 高級有一點了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就說台灣的新聞 絕大部分 不值得你花時間去關心 絕大部分就是我講的那四個字 就是雞零狗粹 你看多了 你陷的深了 浪費時間 那真的跟台灣有關的重要的事情 我當然會關注我 我每天的都會都會發了 那我如果會特別談的時候 你把當一回事就好了 那選舉我也不會天天談 關鍵的時刻如果有大的事情的時候呢關心一下 平常的那些那些的太太瑣碎的事物呢沒有必要花這麼多的時間 我常常講只要有一件有一件事情如果如果你有預判的能力 你認為這件事情如果三天之後呢你還你還會你會擺在心上你認為你還會去關注他的後續的發展 那你再去關心 那表示那件事情對來講可能還真的有點依依 否則以台灣的這種的媒體之浮爛 其實新聞濫發一通 那每天的都是大量的大量的快報大量的獨家 然後這個新聞的頻道這麼多新聞的版面 這麼多談話線節目節目這麼多眼花撩亂 撐刺不齊 那大部分的新聞都很索 所以大部分的評論呢都是garbage 因為我自己在評論台上來這樣講其實是有點風險的 也可能對一些的所謂的同業不敬 不過 因為我自己在新聞圈子裡面對某些事情的觀察以及過去的經驗 那你就記得我講的大部分的新聞 實在不值得你花這麼多的時間 8點35分36秒 好今天星期四的時間 待會九點半鐘還有這個政經龍鳳沛好 我跟陳鳳欣 那我們的直播節目會在觀點的平臺在在YouTube的觀點平臺上面 YouTube跟跟其他的影音平臺不太一樣了 就是因為 他跟Facebook也不同 Facebook比較個人 那因此你在在Facebook上面來講 可能都是你的朋友居多 換句話如果不是你的你的朋友 沒有特別的關注 你大概比較比較少會去 少會去去關注或者去訂閱 別人 好但是在YouTube上面來 有人說在Facebook上面你會 你會你會碰到的不管是怎麼樣的粉 他比較情感導向 但是YouTube上面來講比較理智導向 就換句話說 會會定你的頻道的 會固定的去收看你的影音的 他大概呢都是在理智運作的時候 他認為呢你的想法你的觀點 或者你的節目的內容 是他關心的 因為你看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知道我在YouTube上面 最常看什麼 最常看動物 我覺得看動物的影片 是很很很療癒的事情 所以我在YouTube上面除了 當然新聞的新聞的東西 我都要看了 比如說之前香港事件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 我已經對於 對於一些的一些西方的媒體 包括台灣的一些的媒體 在整個香港事件當中的報導的角度之偏差之貶俠之扭曲 我已經失望透顶 所以我真的努力的自己在在網路上面的去尋找的其他的 其他的這些的視頻的內容跟評論 好那 他不是同溫層 而是為了讓我的新聞當中的平衡 避免 台灣的媒體看起來多 但是碰到某些議題的時候就會出現鬼遮眼的情況 一言堂 那那種的 那種的鬼遮眼的情況 你跟你因為被鬼遮眼 你接收到的訊息 非常的片面 你跟著那個訊息 去做判斷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那種的鬼打牆 在一個 在個小圈圈 你們繞繞繞繞繞不出來 而且呢 自我合理化 自己的判斷 那那個呢 非常的沒有必要 而且風險很高 好 那我們的我們的聽眾朋友 將近呢 4000位在這裡 跟大家問早安 來今天呢 呃 幾條幾條新聞 除了 除了待會兒呢 9點半中 我們會 我想我跟陳鳳京 還是會針對這個陳同佳的這個事件 陳同佳昨天出獄 出獄了之後呢 以為呢 他有可能來到台灣 但是呢 呃 昨天因為呢 港台的媒體 以及呢 以及港台呢 這個政府之間的 這個 呃 明明 暗鬥吧 那陳同佳的出獄了之後的態度呢 就開始有些的猶豫 那現在呢 確定了 就是說陳同佳 陳同佳的 大概 大概的 昨天沒有來 今天呢 大概也 不會來 那什麼時候會來 那不知道 那 呃 現在台灣的台灣的官方的態度呢 也開始呢 有一點點 轉變 我在 我在我的昨天看昨天的視頻的時候呢 簡單的兩個兩個角度給大家參考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這整個事件裡面的表現的最好的 事件的相關各方裡面的表現的最好的就是陳同佳 陳同佳出獄了之後呢 在面對媒體 他在談他自己的犯罪行為 談他自己在獄中的這種的心情的時候 在他出獄的第一時間接受媒體訪問 不管是動作表情 我認為那不是演的 以他20歲的年輕人 那那個也不是說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彩排之後呢就可以做的做得好 他就像是一個很年輕 那不太懂事犯了大錯 的年輕人出獄日之後 突然發現了自己面對的面對的外在的世界過於複雜 那那過於強大 他有點擋不住 可是他的那個他的反省的態度 我從鏡頭上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道歉他的反省是有誠意的 那因為他的他的態度 他的態度 使得 他明明是個殺人犯 可是呢碰到呢 像是由尤其台灣台灣台灣政府這種機關算盡的這種民進黨的政府不斷的用政治去詮釋 司法不斷的用用政治去玩弄玩弄司法 尤其是只要是處理到跨境司法跨境犯罪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了這個民進黨政府 就開始呢 又開始呢 出現了那種 我剛剛我剛剛我剛剛講的就是那種的鬼一個鬼打牆的情況 他其實很無能 他根本沒有辦法去處理所有的跨境司法跨境犯罪的事情沒有一件成功的 但是 這一次的香港的這個陳同佳的事件因為牽涉到香港牽涉到大大陸 他不只沒有成功 而且呢他開始的進行更明顯的政治操作 我要講其實除了陳同佳以外 過去一段時間 所有的跨境的司法案件 民進黨沒有一件成功的 他就在 跨境犯罪的防治上面 極端無能 好但是 陳同佳的那個 那個 犯 那個就是犯罪之後 的 給人家的感覺了 對於犯刑的檢討 知道他在香港坐牢 並不是 並不殺人罪 香港沒有去論他的殺人罪 因為他的他的 他的這個殺人罪的犯罪 第一下台灣 香港屬地主義的關係 沒辦法處理 因此陳同佳呢其實大給不必認罪大給不用出來跟大家講 講這些 可以可能他年輕吧 也可能 在這獄中的這段的期間 他就就是呢發自內心的懺悔 總之我說他他明明是個殺人犯 可是怎麼看起來像個良心犯 再加台灣的政治操作把他變成是個政治犯 一個殺人犯變成政治犯 你還真沒有看過 在這個世界的這麼烏龍的這麼離奇的事件就這樣在台灣上演了 第2我說 在這整個事情的過程當中 港府的港府所有的論據港府所有的表現 顯示香港真的是一個法治社會 難怪呢他在包括了 包括了世界經濟論壇有關於就說呢法律制秩序的評比上面來來講 香港 遙遙領先 台灣 香港在全世界在在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當中 香港的就說呢法治的水平 全世界大概排123名 台灣的排在那40幾名 大陸也在那40幾名 那在 在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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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論壇的這個 有關於有關於就說呢這個就說呢 法治水平的評價上面 台灣跟大陸差不多啊 就法治啊你不要不要講民主 因為台灣人常常一講民主了之後 就把民主呢好像鋪天蓋地的 覺得有了民主什麼通通有 錯了 有有有民主呢有的時候有的時候是主動有時候是被動的這個法治是兩回事 現代社會 我一直強調法治 法治 至關重要 沒有法治以前你先不要去談什麼民主自由人人權他更是空話 香港的香港的法治在這次台港政府的交交手裡面 我對香港政府的評價遠比對蔡英文政府要高太多太多了 兩個女性的林領導人 即使呢林鄭月娥現在被反送中事件搞得焦頭爛額 甚至於呢昨天金融時報說呢他可能呢要要被換掉了要下台了 不當然說昨天大陸方面又全面的否認 這種事情 坦白講只要北京否認我基本上就認為呢就否認 那但是林鄭在這種的事情上面 那嚴守法律的奮記 就是論事談一個司法個案的態度 不管台灣如何去做政治文章 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那個政治文章 沒有什麼好做的 沒有什麼好做的原因是因為 只要是牽涉到司法的問題陰謀論先丟一邊去 陰謀是想想像的 司法是講證據的 想像的怎麼可以取代的講證據的 所以我說我說 那香港香港的就一國兩制我們是反對一國兩制的那香港的就只能夠呢就就只能夠呢就選一個 選一個呢被被被被限定的指名的特首 因此在台灣 民進黨常常的去去嘲弄就就是你要你到底要選總統還是要選特首 我坦白講我們選出來總統比不上人家特首 所以我昨天我覺得講的有點有點怨聲生氣 一國一國兩制你台灣配嗎 我生活在台呢台灣啊沒有沒有必要這樣子去糟蹋台灣 可是你看到這個事件的當中 你把你把台港兩個政府 面對到一個司法個案出來反映出來態度 跟 跟在處理這個司法個案當中在程序上面來講的嚴謹度來來講台灣真是天差地別 首屬兩端 同樣的一群人 全都是學學法律的 台灣的總統是學法律台大法律的台灣的行政院長蘇貞昌是學法律的中心法律 台灣的法務部長的當然是學學法律的 台灣的內政部長管警察的虛偶也是學法律 台灣真的就是被這些學法律知法犯法知法玩玩法的給玩爛玩死掉 這些學法律人又怎麼樣 除了玩弄法律以外 因為這些年的時間這三四年的時間從2016年的肯亞詐騙案 我說那個肯亞詐騙案是台灣 是華人事件裡面的在看待台灣 台灣的這個說的公共公共論述的品質 公共議題處理的品質的一個關鍵的分水裡 台灣 的一堆的嫌犯 到非洲的肯亞去設了機房 打打這個電話的去詐騙了大陸的人 騙了一堆的錢 結果的機房被攻破被逮了之後台灣那個時候 那時候民進黨蔡英文剛剛勝選 雖然還沒有就還沒有就任 但是呢整個的整個的國會已經是民進黨的掌控 每天鋪天蓋地的罵 罵罵什麼 那些的那些的肯亞肯亞詐騙 當然要送回台灣來台灣是有司法管轄權的 台灣人犯罪當然台灣人處理見鬼了 你看到你看到今天全的全世界逮到了台灣的這些的罪犯 詐騙案的時候有哪一個人在把這些的嫌犯送回台 台灣的 在過去如果會送回台灣是因為你詐騙的對象的就是台灣人 因此呢所有的所有的就是說犯罪人跟受害人都在台台灣的時候他把你送回台灣 再加上一點點外交的操操作關係送回台灣 只要是呢台灣人在海外犯罪受害者如果是大陸人的全部都都送大陸 送大陸做每個人的哭爹喊娘的哇哇叫知道去了之後呢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夠出得來 可是說實在的如果如果不考慮這些的嫌犯是是台灣人 純粹從一個打擊犯罪的角度來活該 送到大陸去判判重刑剛好而已 不管你是不是台灣人 跑到非洲都要都要都要去的社社機房都要去搞詐騙 這種人如果你要同情他那些被被騙的有的人能用退休金老了老本 棺材本都被你騙光 他們在哭的時候你看到嗎 台灣那種虛偽的政治流超多 陳同佳事件的也是另外的一馬而已 第三個我說你看到你看到陳同佳 陳同佳呢在在香港的這個老老裡面待了一年多 就出來了之後呢就覺得 當然說那他下下個禮拜會不會變了 那又重新回到社會這個大染缸 是不是又又回到了當初殺人嫌犯的那個呢陳同佳 殺人 氣屍不管那個衝突是怎麼發發生的 在台灣殺了你啊女朋友 氣屍 那個其實 其實 總共他凶狠的層面 以後會不會再 再 不知道什麼原因然後又固態父母 不敢講 可是一年多的時間陳同佳出來的時候昨天的面對媒體面對外 外頭的時候 那個悔意甚深的樣子 你都會覺得啊 他 好像已經已經付完他該付的責任了但是我在想說香港的 香港的監獄裡面的這個叫化好像做得不錯把一個白白一個 一失兩兩命的殺了自己女朋友年輕人 關了一年多還還不是用死刑犯的名義還還不是用殺人犯的名義呢去 去處理 結果出來了之後 判若兩人 這個監獄的叫化真好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我們的陳陳水扁送送過去 陳水扁到現在為止叫化都不成功啊 台灣有一些的 有一些即使坐了牢之後死鴨子嘴硬 雙雙雙雙手喊政治迫害 政治干預 干預司法 我是無辜的 我是無罪的 把那些不要臉的人全部送到香港 讓香港去叫化一下說不定還比較好一點 台灣的育政真的是有有問題 好再來呢 我們進到廣告回頭回頭之後呢我要我關心一下呢川普川普有大麻煩 因為呢昨天呢在美國的美國的國會聽證美國駐烏克蘭的大使 美國的駐烏克蘭的大使呢 這個叫泰勒的 泰勒昨天呢在聽證當中的證詞對於川普極端不利 難怪就說美國的美國現在的民調跟跟跟跟三個月之前的民調相比 呃應該應該說兩兩個月前的民調相比 在當時說彈劾川普的比例呢非常非常低主張的支持彈劾川普比例非常非常低現在的非常高 川普能不能過得了這一關 我覺得風險是非常非常大的進廣告回頭了 8點51分20秒 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的快快快落幕了 你看到最近的香港政府的開始有一些的有一些除了除了應對街頭暴亂以外其他的政策面的陸陸續續出台 昨天的在香港的立法會裡面也已經正式的 把所謂的所謂的這個 逃犯條例的修改 也已經撤回 就這個案子能就沒有了 就是程序上面的全部的 Case close 但是台灣的這個反送台事件的所曝露出來的這種政治的操作司法的層面才剛開始而已 好了陳同佳呢 陳同佳 會不會來什麼時候來 來了以後怎麼辦 後面的大概花樣都還很多 以我認識的民進黨來講可以判斷了 這一包人現在大概的每天的觀景門來呢都在做一些的沙盤推演 想想看呢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怎麼樣招數怎麼樣的梗 可以在那陳同佳的這個案子身上的可以 可以 可以呢 去 炮製出更更多的 這些呢政治的政治的籌碼 然後呢能夠獲取了更多的政治利益 因為之前沒有沒有盤算到陳同佳的會來投案這件事情 所以之前呢在玩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的時候呢只要出一張嘴一面的聲援就好了 那些槍呢就從天上掉下來 但是陳同佳呢如果有可能來投案的時候呢 民進黨就開始出現我昨天講的 那種的社工好龍的故事 陳同佳呢真的要來的時候呢民進黨突然就不知道怎麼辦 陳同佳如果來來的時候呢那民進黨真的 蔡英文政府呢就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就不知道怎麼辦 好剛剛講到的川普 那美國的美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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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叫泰勒 那泰勒 是誰這個人其實早在過去呢 這個小布希的時代呢他就曾經呢擔任過住 烏克蘭大大使三年 他這次回鍋 但是他這次 印川普的川普政府的邀請 要邀他呢再回鍋呢擔任 擔任這個住 烏克蘭大使的時候他其實有猶豫的因為 因為他他覺得前前任大使 被撤換的很奇怪 他就覺得裡面的是有鬼的 那他老婆呢也猶豫了一下勸他說啊你還是不要去躺這個浑水吧你都已經72歲了那你他他在 他在離開呢離開過去的這個職業外交官的這個這工作的之後卸下公職之後他他原來的原來的一個新工作的是在聯邦機構我叫做美國和平研究所擔任的執行副總裁 不過因為呢他對於呢這烏克蘭事務呢還是還是有涉獵還是很很熟悉啊 好最後呢他答應了 好那這個在代理烏克蘭大使的短暫期他的代理那那為什麼代理呢因為因為這種的大使 任命的是需要經過國會同意的那緩不及及啊所以先用大理代理的名義就派他派他去實際上面他就是大使了 所以你不要呢被這個所謂的所謂的 呃代理大使啊代理公使的這個名目的給混淆他就是能那段期間的駐烏克蘭的大使 美國駐烏克蘭的大使 好那因為這個人呢在過去 雖然我們對他的熟熟悉度不高 可是 呃曾經跟他共識過包括他的長官的對 他的人品的操守的評價呢就都還蠻高的 在他他我剛講過他在小布希任內的時候他曾經擔任過三年的做烏克蘭的大使 那在當時國務院裡面的第三號人物主管政治事務的這個 伯恩斯啊 他曾經稱讚這個泰勒 說他很廉潔 很正直 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 他整個的職業生涯呢都在了報效國家 這個叫泰勒的 他西點軍校畢業 當過六年的陸軍的步兵軍官 那包括越戰期間等等的都曾經服務在了美国的天下第一師101空降師 好那1985年的踏入踏入政界 好那重點是說呢他昨天呢 呃他在 在美國的這個就是聽聽證上面 呃他他说他曾經被多位的高階官員告知 包括美國駐歐盟的大使啊包括來自於旁的這個就說呢蓬佩奧等等 那告知他什麼呢 他說 川普總統的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停止 並且拒絕接見了烏克蘭總統 他是試圖逼迫了烏克蘭總統 在哲倫斯基 希望哲倫斯基公開宣布他將要調查 川普的政敵 也就是美國民主黨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美國的前總統在歐巴馬時代的副總統拜登 他的邀邀邀這個哲倫斯基 先公開宣布他將要啟動司法調查調查呢拜登 父子兩個人 然後才有可能去恢復 好那泰勒說呢 他曾經 呃 他曾表明反對的川普終止援助烏克蘭款項的做法 但是呢當他呢 反對的之後呢美國駐歐盟的大使叫做桑德蘭 告訴他說 這並非什麼交換條件 桑德蘭說川普是個商人 我們的總統是個商人 商人呢 要開一張支票給欠他錢的人之前 一定會要求他把先欠了錢的 先先還先還清 你懂他的意思嗎 這種的比喻當然不倫不類了但是意思就是 哎你要你要先答應我條件你之前欠我的錢還沒有還 你去幫我調查一下那個那個那拜那拜登 跟他兒子 調查不到拜登先調查他兒子調查他兒子的拜登就受傷 這樣子我當總統就就穩了 這些的這些的指控 所以一切一切 那因為呢他的居民的指控 這個的所以川普會很傷 接下去是會先調查 泰勒所提到的一些川普身邊的人最後才會調查到川普 好那如果川普被彈劾美國的總統大選變化就很大了 拜登不見了呢會會會撿到什麼 但是呢昨天說的那個滑輪很有機會 明天再聊 請聊